文化和艺术阴晕着香港这座城市 七九文化区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项目之一 将平民街区搬至艺术殿堂 小蕊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游记艺术文化展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早在1920年代香港唐楼上层闪烁着各类霓虹 被商家用作招揽过往的顾客 二战之后大批一辆工艺精湛的玻璃灯管横空出世 装点着夜间的香港 每当暮色降临香港驾红移成翅云 走进万家灯火 光影作品主题围绕游马蒂左墩的旧街道 展开香港老街的光影历程 摄影艺术用镜头记录当下将片刻变成永恒 每个相片背后都记录一个动人的故事 作品最映由12组木托板块构成 创作者走进游马蒂左墩和鸡九龙 记录真挚的灵力日常 一张张生动的日常照片代替千言万语 游马蒂作为历史悠久的地区之一 拼凑出港片黑社会和艺术家们的共同爱好 美都参事的鸳鸯冰妙街的各式摊档共同组成独特的港式风味 军宝图创作者游走在游马蒂时发现 区内纵红交错的建筑犹如宝藏隐藏于地图中 壁画以游览路线图为设计概念 介绍当区的建筑美学 一幅幅画框装点起艺术 创作勾勒出香港18区的千姿百态 写字楼里彻夜通明的白赤灯 旧街区边昏黄的路灯 集合着高楼与市井 诉出着香港的多元与包容 灵感与灵性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